凯文 凯文 一路上给我滚出来 凯文 快出来 别躲到屋子里了 怎么了这是 贤六子 赶快让你弟弟给我滚出来 别在屋子里给我做缩头乌龟 到底发现什么事了 我明告你 我今天就是来找他讨个说法 什么说法 你把话说清楚了 我要四套房子 他就给我三套 那不是明摆整我吗 你要是对分房不满意呢 你可以去找动签办投诉 反正这事跟如胜没关系 我告诉你 今天他不给我把这房子解决了 我就给他好看 你们想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吗 你们有没有一点法律常识啊 我可警告你们啊 如果你们今天非得这么干的话 那就是犯了故意伤害罪 可以判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如果治人重伤的话 那就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如果后果更严重 有可能就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不信你们就试试看 我立马报警 算你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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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药一天吃几顿啊 医生说啊得吃两顿 对了 你有什么病 我腰不好 腰不好不能喝药 还有别的什么 什么意思 咱熬这个药不能让路心知道 他偷偷给志文喝 你知道吗 就说你有病你一喝 你想想 你的什么病能喝中药呢 高血压 心脏病 哪有不中药不管用 对了 说你那个神经衰弱睡不着觉 好 调养调养 这个行 行行行行 其实你睡不着觉 你呼噜打的三响 是我睡不着觉 你等等 怎么了 怎么了 干嘛呀 你看你看你看 干嘛 可怕你别弄这出我 你再把我眼泪弄下来 别别整个感人的事 你太累了 是吧 没事 没事 你进屋去歇着吧 那个我熬就行了 我在这儿陪陪你 你进屋去吧 你啥呀 你歇会儿歇会儿 看报纸去吧 行了 哎呀我天哪 你小心点 哎呀我天哪 哎 哎 滴妹 黄经理 这大海天哪怎么又来了 嗯 黄经理 就是 还是我跟卢盛想请您吃个饭 你看我这么真诚 给个面子 真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我看 要不吃饭这事 咱们就算了 嗯 没关系啊 嗯 什么时候都行 你看你最近什么时候稍微空一点 嗯 这 最近 事儿特别多 看 回头再说吧 那要不 要不叫上辉哥吧 反正 大家一起都是自己家人嘛 哎 滴妹 你看 我都这么忙 那辉哥肯定比我忙多了 吃饭这事 还是咱们小范围继续得了 好 就这么定了 嗯 那哪天 嗯 周五吧 周五应该有点时间 那我们星期五见 那我们星期五见 周五见 那我先忙去了 好 来 滴妹 嗯 智文 我听说你最近经常请假 嗯 对 有点私事儿 怎么 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家里没事儿 都挺好 那你为什么最近怎么来报社 我已经正常请假了 其他的事儿 我没必要汇报吧 不会是叔叔阿姨出什么事儿了吧 她们俩都很好 谢谢领导的关心 谢谢领导的关心 如馨啊 这药熬好了哈 嗯 赶紧喝了吧 哎呀 如馨啊 你这好好的怎么又内分泌失调了呀 嗯 医生说 我可能是太累了 休息不好造成的 别骗我了 你都放了长假了 怎么还休息不好啊 是不是又跟志文吵架了 没有啊 妈您别瞎猜 那个 我真的是可能累着了 之前工作量太大 那积累的 积累的 积累的 如馨啊 你听妈说一句啊 你这 现在是 备孕期间 对吧 你 你不能一会儿什么内分泌失调啊 一会儿什么又积累了压力啊 一会儿又是什么失眠啊 对孩子 一点都没好处 行 我这样了妈 我先喝药了啊 一口一口闷 咬着眼 加油 谢谢妈 好 好孩子 没事吧 我给你 借点冷水束束口 束束口啊 儿子快来 什么味儿 回来正好来 赶紧喝了 妈都给你晾凉了 来 来 坐这儿 这什么东西啊 药啊 咱们都说好了吗 妈给你熬的药 你 你还真没弄回来了 这 那假的呀 我跟你说啊 这个老中医可有名了 找他的人可多了 而且他说了 这个啊 吃不好的话到找钱 都不要钱你知道吗 哎呦 妈这不是钱不钱的事你 叫吃坏了不 不更完了吗这 不能吃坏 中药 人家说了中药这个东西 吃不好也吃不坏 肯定没事 咱们吃药三分毒 怎么可能吃不好也吃不坏呢 不再说我这人都没去 就把药开回来了 他神医啊 隔空治病啊 这特异功能 不是我这 这再吃出点后遗症了 就不能吃 满医问题 我跟你讲他都治好了 几千粒了 儿子 妈跟你说你听话 你赶紧喝了他 肯定管用的 不是这真不能喝 这什么医生开的药 不行 你不敢喝是吧 那妈给你做事 妈喝 你更不能喝了 你又没这病 你怎么能喝这药呢 那你有病你喝呀 是我有 对我有 你小时候你可听话了 你那会儿你 让你喝什么 咕嘟咕嘟咕嘟就进去了 你小时候真有病 所以你喝药特别 那你现在没病啊 不是我 我的意思是说小时候喝药 小时候喝药不有糖吗 有糖有糖 有没有 有 我妈给你拿着 你等会儿等会儿 我妈给你拿着 有糖这行吗 有糖 那帮我把糖啊 那个 志伯 干什么呢 没 没干嘛 浇 浇花呢 来了 来了 糖 糖来了 志伯 你太不珍惜你妈妈对你的那片金了 走 走 问问你把门儿子 她把你熬的药 倒了浇花 这实在是没法喝这个 你 志伯 你妈这么做可全都是为了你啊 她天明亮就起来 帮你排队问诊 你倒好 行吧 走吧 走 走 走 你妈妈啊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特别爱我醉 哎呀 这么着下次你熬我 我一定当着你面儿我把药喝掉 妈呢还有一碗 啊 妈 嗯 嗯 嗯 还挺晚的 治病要紧知道吗 对 行 对 治病 好要 来来来来 哎呀 给我 快一点呀 你来来来来 喝喝喝 儿子 哎呦 苦苦是苦 没事啊 人家都为你治病知道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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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喂 哎呀 朱欣 你你你你回来啦 回来啦 你回来 家里怎么这么重的一股中药味啊 啊 那个 呦 你怎么了朱欣 啊 没事 没事吧 这味太大了 呦 那你快快过去 空调房间打一会儿 妈妈做好饭叫你 快去吧 不要去 死 对不起啊老公 还得让你为了我受这份罪 没事 要死 我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是要三分毒 万一这没问题的身体喝出问题来怎么办呀 我干脆跟爸妈说实话吧 再说我现在已经开始治疗了 还有希望呢对吧 反正不能让你再喝了 哎呦 哎呦 就是这比脱皮脚难受多了 嗯 怕很难受吧 没事 嗯 真没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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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最近可都做安全措施啊 你不至于吧 啊 啊 你们家谁病了 这么大药吧 恶心死我了 我哪知道啊 反正是挺恶心的 哎 喝点饮料 甜的来 来 慢着 慢着 什么呀 好点没有 来丽啊 真对不起啊 我们不知道你那个闻不了的中药 不是如新啊 她那身体需要调养 妈也不是故意的 没事妈 我倒无所谓 这是要三分毒 这紫秋天闻着味能行吗 嗯 要不这样 我们把它放到那个院子里熬一下 对对对 哎 我们搁到天津里边见啊 是不是 妈 您放院子里 它这风一吹不一样吗 那要不再再想别的办法 这 它好像那中药店有煎药的对吧 对对对 就送去那个煎药的吧 就花那一点钱嘛 这还是真受不了 行行行 那就这样丁了 好好好 好好好 再喝一喝一喝一 老师傅啊 嗯 求您一件事 你你帮我看看 这药是我女儿买的 也不是治什么病的 可是我知道是药三分毒 我也不能随便让她吃啊 那妈 你女儿没孩子吧 没孩子 她是当律师的工作忙 还没来得及药呢 这是治不孕不育的药 不孕不孕 对 不可能 哎 我女儿身体没这个毛病 哎呀 当妈 我干了这么多年了 这个药我认识 绝对是 晶晶 哎呀 来来来 来 阿姨 我来看看你 哎呀 哎呦 哎呦 怎么又拿东西呢 你上次拿那些都还没吃完呢 你别总是 没事儿 阿姨 怎么不让我进去啊 是有什么不方便吗 没有没有 什么不方便的呀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这天热是吧 是啊 那大热天你烤过来 药 等会儿我我煎药了 哎呦 别扑了 别药 阿姨 我来帮你吧 不用不用 哎呀 你别不信我 我药煎得可好了 我爸那个 医生给他开的调理方子 都是我亲自给他煎的 我来吧 不用不用 那你可真是孝顺啊 没事没事 这小伙就行了 走走走 进屋去 进屋就行了 走 有一种病 他伤的不是身体 伤的是信心 王红英看着眼前的药 不仅为女儿 有心忡忡 妈 这药呢 这是我的药盘 妈 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 这个药一会儿就得了 咱们进屋手 咱们进屋手 阿姨,家里到底谁病了 没谁病了 那这是在给谁建养啊 啊,就是那个 志文身体不太舒服 没什么大事 怪不得这阵子 志文总是请假 他们请假没上班 我就说嘛 这要不是家里有什么事的话 他一定不会这么不上心工作的 是工作有什么疏忽了 还是出什么疲劳了 倒不说疏忽 就是他那整天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家里有事 那你说工作上自然肯定就 可能就是由于他这个身体上不太舒服 你知道人有病可能精神上就是受影响 你多担待点 我等 我等 阿姨,你说我认识志文这么多年了 我还能不了解他吗 这要不是家里有什么大事的话 他一定不会这样子的 阿姨,家里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 您就不妨直接跟我说 一来,我也不是什么外人 这二来呢,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这样也不用志文一天到晚 总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要说有事吧,可能是这样 就是他们不是一直都不要孩子吗 你知道都为了这个 咱们把那么好的出国的事都给推了 就是他们不想要 但是我跟你叔叔吧 就特别想要他们要 就有时候逼他们的,催他们的 那现在他们决定要了 这如今不又在备孕吗 但是可能他们心里还是 没拐过这个弯来 就像你们话说什么 就是有点纠结 是 这样啊 对了,我还想问您呢 清清,别介意啊 我听志文说你回来之后 都离了是吧 那现在怎么个情况啊 有没有人啊 阿姨,我没您说 其实追我的人倒是挺多的 可是我真的就没看上 为什么呢 其实 我心里一直还没有忘记志文 清清,那你不能这样 你看志文现在他都成家了 你有老婆什么的 你看你这么好的漂亮 我现在志文说实在都配不上你 哪配,你看你又有钱 你现在又有权 你长得又漂亮 我们志文你可别再这么想 赶紧找一个 我也不想这么想 可是人,有的时候真是控制不住内心的感情啊 你啊,不是别的,你还是太挑了 真的,你别太挑 赶紧找一个,也不想了 妈 其实这事 我没打算瞒您 我也知道瞒不住 只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跟您说 如星 我是疼你爱你的妈妈 我去周云那儿警察过了 他跟我说 很有可能我这一辈子 都怀不上孩子了 如星啊 你不能生孩子 不是错误 是你的身体出了问题 是你的压力太大 你太辛苦 你操的心太多 没事儿,人家医生说了 有时候奇迹也会发生的 好 我现在不想去想那么多 我就一门心思地积极配合治疗 希望能够创造奇迹 不愧是妈的女儿 妈 这事 就你跟我爸知道啊 我还没告诉我公公婆婆呢 她志文替我把这事扛了 你说志文这孩子真是太好了啊 她能替你去骗她妈 帮你扛下这么大件事 真让妈感动 是啊 可是现在我每天都得面对她 被逼着喝药 我看着心里特别难受 可我也帮不上忙 你说怎么办呀 我怎么样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呢 志文是个男子汉 她应该替你扛下这件大事 可是 我有个担心的事 你要是病治不好 被你婆婆发现了 这不是把志文也装进去了吗 我现在只能 走一步看一步了 如馨啊 咱们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将来你跟那个志文 真有一天那个 你得给自己留一手吧 听明白了吧 干嘛呀这饭也不吃一天就在海里待着干什么呀 你不吃饭你这空腹都不能喝药 你听见没有啊 我说你不吃饭空腹不能吃药 吃什么药我这还有一条命死了 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了 吃 吃药 你干什么呀你呀 你 你得得就得病 是我 我们有座是吧 这你有病你知道吗 你通有病超你干什么 你 你整天你除了要一药 你还有点别的不能说吗 不能 这 这说吃药 你不吃药你能吃病吗 我今儿就不吃了怎么了 我今儿就不吃了怎么了 我今儿就不想吃药 我就不吃药我就 怎么了这是 如馨回来了 累不累我给你弄点喝点 又人妈生气了 没有 我们开玩笑的 那我问你 其实你有点晚呢你 妈 真没事 没事吧 走走走走走走 醒来 没事吧 我的宝贝女儿 如馨她 她怎么会生这种病 我想不通我 如馨从小到大 都是主意特别正的孩子 我跟她谈这件事 你知道她怎么说 她说妈 我好好吃药 我盼着奇迹的发生 可是我越想 我女儿她可怜 她不会生孩子 她倒老了 叶主任 人家如馨对自己的前途 都充满了信心 她是个坚强的孩子 你就别再为她操心了啊 你瞧瞧你 没那么严重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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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是今日 何必当初 谁呀 晶晶呗 今天又来了 她说她还爱着智文 她说她忘不了她 怎么突然间 又动起这根筋来了 这不添乱吗 我觉得也许就 早就有女谋呢 要不她干嘛 你说出货回来 那么多地方不去 非跑智文 那个什么报社啊 妈妈 智文跟下凑 当时肯定就是有目的的 咱们就没往那上想 你说呢 这人哪 往往年轻时犯了错 如果年后才能认识到 但是年轻也不是犯错的理由啊 你这话说得就不对 怎么就年轻时能犯错啊 那我当年跟你的时候 我不更年轻啊 是不是 我一直跟你到现在 你那会儿是什么呀 我也没嫌弃你啊 你那什么都不是啊 我那会儿都工会干部了 是不是 是 你七尊嫁给了我 那时候啥也不是 可后来呢 你怎么就停止不牵了 你拍着良心说 谁停止不牵了 我那就是为家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我就一心就是为了你个儿子 要不我 我现在不定干成什么样了 再说了 要不你能有今天呢 我就是做了一个 所谓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吧 那种是 他爸你说我这人啊想象力特丰富 咱架设一下好吗 那志文现在没结婚 单身 嗯 然后这不韩静恩还对他这样吗 咱就把志文有病这事告诉他 你猜猜他会怎么样 早就跑没影了 肯定的呀 你看当年志文都没病呢 他就嫌弃咱他就跑了 他这一跑不要紧 把志文撂在那儿 害得我现在见到他爸都觉得别扭 别扭人家不别扭你别扭是吧 哎呀 想想啊 真的还是咱们如心好 你说知道志文有病吧 人家再怎么说也是不离不弃啊 将心比心哪 女人做的这点可不容易啊 是 人家就是不想要孩子 人也不愿意跟一个有病的人 过一倍子 说到这儿 如心真是个不错的孩子 是 是 你爸 哪儿都好 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善人的脾气 啊 难听的话全出来了 你背后 你也没少说如心的好话 没少夸的 这不是瞎胡闹吗 志文没病喝什么药啊 不要命了 是我婆婆逼他喝的 他又不敢不喝 他怕引起怀疑 哎呀 我说你那个婆婆真能瞎折腾 我跟你说啊 不是闹着玩的 别让志文再喝那药了 真会出人命的 我也害怕呀 那你说怎么办 要不我干脆跟他们说实话 我跟你说你别犯婚了啊 你可不能说实话 这知道自己儿子有问题了 还这么折腾呢 他要知道你也有问题 还不马上逼他儿子休妻啊 你别在意啊 画感画感到这儿了 我不是那意思啊 其实我也这么想过 以我婆婆的个性 要是她知道这事儿的 估计我跟志文也过不下去了 别多想了 不至于啊 又不是旧社会 不能传众接待 就要休妻啊 行了 不说这个了 我问你 吃那药感觉怎么样啊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打算 喝完这个疗程 去验一下 看看有没有效果 行 你说要是志文再这么喝下去 真的会出事儿吗 我问的不是废话 儿啊 你别这样表情 你别弄得像妈这对不起你 没有 好吗 没有 到 到点了 到 到了 可以喝了 啊 来 咱们药到病除 一 二 三 喝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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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 糖 我那 准备好了 快快快 赶紧 赶紧 美味 好喝 如心 那个 怎么还不睡啊你啊 啊 妈 你也用不着再背着我了 我知道你在让志文喝药 既然知道了 你就帮我劝劝他 别每次都那么费劲好不好 妈 您这是何苦呢 志文他根本就不想喝 你干嘛非得逼着他呢 再说了 这样盲目用药 根本就达不到什么效果 你就别再折腾他了行吗 我跟你说呀 我查了好多资料 那叔叔说这病绝对能治好 妈给你打保票肯定能治好 妈就希望你呢 有点耐心好不好 啊 妈今天跟你说一句话 谁放弃 妈都不会放弃 妈 干嘛 这是咋了 看来这病真是长在志文身上了 好 如心是一点不动心哪 他还劝我不给志文治 如心说他 不想给志文治 如心是心疼志文吃药吗 我也心疼 你没看我吃完饭就躲到屋子里来了 我也看不了志文吃药那副痛苦的样子 就我能看得了 就我很信 你们都特善良 这点事都令不明白呀 是长痛还是短痛啊 是一辈子痛苦还是一时痛苦啊 这不明白这事吗 我跟你说 人家如心当然是不在乎的 人家生得出孩子呀 是你们老柳家都不会生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他现在呀 他还没反应过味儿了呢 哪天一反应出来 对呀是志文不能生啊 你知道他能怎么着 你叫我把志文给揣了 那地神呐 那地神呐 你看见我地忘忘堂了吗 我亲爱地忘忘堂你在哪里啊 我决定了 今天必须跟妈把话说清楚了 你疯疯了 你疯疯了 是 我是疯了 我被逼疯了 我不就喝两碗中药吗 这有什么的 我反正我都吐了 没事 什么没事啊 你现在每天喝了吐 这种日子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你真的打算一直这样瞒下去 一直没完没了地喝药 依你妈的可惜今天是两碗 下个月是四碗 再晚会八碗 怎么喝不出事才怪呢 嘘嘘嘘嘘 冷静冷静冷静 快快快快 我就算现在把药停了 你想怎么办 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所以没办法就直说 直说那我就告诉你 你敢今天直说 以我妈那个性 明天咱俩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你信不信 老婆 所有可行的办法 咱俩不都一块想过了吗 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她坚持坚持 肯定会有办法的 你你你你刚才说我妈让我喝几碗药 八碗 我告诉你她要敢让我喝八碗 我立马能给她吐出九碗了 你信吗 老婆 你知道吗 你刚才发火那段特哭 你在法庭上是不是也对检察官那么横啊 她太帅了 你知道刚才在那瞬间 我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光辉而伟大的形象 你猜 你猜是谁 太古大人 这天 谢谢 再不许提侧分别 真的是要谢谢崔院长啊 无必客气 小汉 弄这份报告 我可是违规操作 我知道 现在病人的病情都属于隐私 我们任何人是没有权利去查阅的 再说 我可是个副院长 崔院长 我知道这个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真的特别感激您 你不必客气 再长幸福远 再延伸到永远 谢谢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 堵车堵车来晚了 对对对 请坐请坐 你坐这儿吧 合适合适 没关系我跟路上也刚到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我们家卢盛呢 平常在家里经常提起您 说您英俊潇洒风流提躺 对 说的有道理 黄哥在公司就经常照顾我 我们家卢盛不太会说话 您别介意啊 没事 哥 那个我听卢盛说您特别能喝酒 来 我跟卢盛今天陪您喝两杯 人都说这得五千次的回眸才能换来今生的这一顿饭 您看在我这回头回的脖子都要断的份上 把这杯酒干了 你不喝 不如上也不上酒粒 我代表它先进黄金里面 好 来 哥 这第二杯酒呢 我祝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健康 我祝您的媳妇永远 哎 哥 您有媳妇吗 还没有 没事 来 哥 干 好 干 这第三杯酒是这样的 哥 您 平时 那么照顾我们家卢盛 以后 您就是我和卢盛的亲哥哥 就是我们紫秋的亲爹 啊 不是 弟妹 亲爹就算了 亲爹在这儿 好 我就当个干爹 干爹 好 来 敬干爹一杯酒 来来来来 吃饭吃饭 哎 弟妹 哎 那个 是这样 你看啊 这我也不知道给小孩买点什么合适 这有点小意思 黄哥 黄哥 这真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啊 这干爹给干儿子有什么不合适的是不是 对 有什么不合适的 都是一家人嘛 黄经理 要不您给我们家紫秋做个舅舅吧 舅舅 那就是你哥 对啊 就我亲哥啊 嗯 好 黄哥 这我们家那紫秋还小 我还得回去照顾他 要不这么着工 我再敬这杯酒 我就先提前回去了 行吗 没 弟妹 你要有事回去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我干了 您随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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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酒我干了 你就别别喝了好不好 这我干了好不好 不别别 我干了 干完之后 你就赶紧回去那个照顾他 行吗 好好好 别别别 那个回吧 那那那行 那你们聊啊 那个 主持人 你配好那个咱们黄经理 好好好 十二点之间不容易点 行 好好好 快点 快点 你少喝一点 你再喝你就真醉了 我配醉 我都想醉了 要是醉了的话 我就不用过这 生不如死的生活 没有来的我们照样过得很好 我们可以很潇洒的过 我们可以很自由 不行 不行 我忘不了的 真的 我忘不了的 我今天来之前我就想好了 你说你们小两口把事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 你哥我要是再绷着 那是不是太装孙子了 黄哥 以后 项目部经理 你做 重手 我做 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现在太幸福了 我们当初刚开始干的事 比你现在苦多呢 你记着啊 咱俩以后 那就是自家兄弟 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 好 以前 那都是误会 来 来 咱俩今天 不醉不归 干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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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飞雪 满天舞 我又 叔叔 韩俊 你好 云可好 叔叔 我来看看你哥阿姨 韩俊啊 你看这大热天的 你看这孩子一头的汗 以后就不用来了 这不是云可天天在家抄抄药来看你们 我就带她过来了 韩俊啊 你说 这一旦让入心壮上 挺尴尬的 是不是 嗯 我就带云可看看你们就走 待不了多久 那去吧去吧 叔叔 你这是去哪儿啊 我是去买今天的报纸 去吧 好 阿姨再见 再见 你 这这大热天的 老师在楼下 还碰到叔叔了 老师 对 对 我带云可来看看你 给你送点水果 真是的 家里的水果都吃不完 你不用走是这样的 云可说天天想你们 我带她过来玩嘛 你能跟我玩什么呀 我接个电话 好 喂 张行长 我现在有事走不开啊 姐姐 没事 那好那好 那我现在过来 跟妈妈 妈妈有事呢 跟妈妈走吧 那个赶紧 旁边有事办事去好不好 阿姨 我能不能把云可戏放你这 大概一个小时我就回来接她 要不我工作带着她 真的很不方便 行吧 这一小时嘛 好 谢谢阿姨 云可 要听奶奶的话啊 嗯 阿姨 那我先走了 好 好 再见 你只能在梦中抱怨 你只能在梦中抱怨 在幸福如今你的封闭的堡垒之前 不要再遗憾 待我的心扉往重叠 再不许提一次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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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月下时间 生命的月下时间 我全部用来陪你 到脑子 到脑子 到脑子的那一点 到脑子的那一天 沾临 爱情之高点 十年抹一间 为了爱沦险 突破爱情的防线 换一个蓝天 再没有笑颜 断的感情线 再掌心抚远 再眼神到 永远